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是有一個婆羅門子 他叫做火慢 慢就花慢的慢 他就是世尊的前生 另外有一位做淘氣的 陶師 他叫做洗護 歡喜的洗 保護的護 有的經論他換成護洗 顛倒 兩個人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這個陶師 也就是洗護或者護洗 他雙親都眼睛瞎了 他自己本身守戒 你看他要拿土 來做淘氣 你拿土做淘氣 當然有的要挖土 但是挖土有時候會傷蟲 因為他持戒 所以他不敢去挖土 他只是看到那個土 有老鼠這樣咬了 崩塌下來的 他才用那個土 來做淘氣 講起來也是非常刻苦 他要為生 又不能殺生 這樣子 這個陶師跟火曼是非常好的朋友 後來有一天碰到佳瑟如來 這是過去生 佳瑟佛的時候 這個陶師因為他持戒 又非常信佛 他想難得碰到如來 就找這個火曼 也就是世尊的前生 說我們一起去 但是這個火曼 他那時候沒有想到行佛 就講說 土陶人哪有修行那麼簡單 就成佛的 修行很困難 世界上哪有佛 哪有佛 這個陶師 就是他心裡就很著急 用種種方便 要勸他也不行 後來硬拉著他 他又不走 拉到那個衣服 衣服掉出來了 他光溜溜走掉了 他也不去 後來有一次 他說不行不行 無論如何要讓你 結個佛願 他就 在第三次的時候 就抓著他的頭 抓著他的頭髮 就走 那時候的國法 好像不曉得 有什麼特殊的姻緣 抓人家頭 是要殺頭的 這火曼心裡想 你竟然為了讓我去見佛 自己這樣子冒著生命危險 那代表說這個非同小可 可能是真的不錯 他說好既然這樣 那我去看看 結果看到佛 果然真的是非常莊嚴 他就很高興 結果他就發心出家 發心想要請夏瑟儒來 剃度他出家 他自己想出家也想說 那我這個善之士 這個陶師 他勸我來 他說那你跟我一起出家吧 結果陶師說不是我不想 可是因為我的雙親 他們都是眼睛看不見 現在年紀大了 所以現在紀元還不到 後來這火曼尊子 就跟著夏瑟儒來出家了 那這個雖然是出家了 可是因為當初他一直在罵佛說 修行哪有那麼簡單 就成佛了 所以由於這個余報 他要成佛之前 他受了很多的苦刑 沒有那麼簡單成佛 他自己是就沒有那麼簡單成佛了 好